继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5月28号大力推行地摊经济之后 中国官媒开始总动员 鼓吹摆地摊所带来的经济奇迹 然而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习家军就展开了围堵 先是北京市政府斥责流动摊贩 不利于首都的形象 今天深圳官方也跟进表态不摆摊 接着其他的媒体也相继地改口 被认为是吹出战礼的号角 更有分析指出 风向的改变突现出了 习近平跟李克强经济路线的矛盾 自由时报报导 央视文章点名 北京 上海 广州这样的特大型城市来说 精细化的管理方式正道 目前各大一线城市均未盲目的跟风 也没有发布所谓的地摊地图 一些城市更明确地对乱摆摊来说不 这是相当清醒的 央视还指控地摊经济如果一轰而起 各个城市多年积累的精细化管理成效就会功亏一篑 报导指出 央视是中共中宣部底下最重要的宣传机器 而主控中宣部的就是习近平一派最核心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人民日报网站6号晚间也发表 以地摊经济升温不能发烧为题的评论文章 指出地摊经济之所以可以成为近日来的热门话题 一方面是因为它能在一定的程度上 来拉动经济的发展增加就业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带来的烟火气 唤起了国人对于城市生活的最初记忆 甚至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因为中宣部认为地摊经济一词 有损政府的面子 已经在6月4号晚间下达禁令 严禁媒体再在报导当中使用地摊经济一词 而早在央视发文之前 习近平的心腹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就已经下令要抓捕北京的流动地摊 深圳官媒深圳特区报 今天也发表了一篇题为 是否发展地摊经济 要因地质疑 因诚而异的评论员文章 表态指出发展地摊经济时 要考虑到城市的定位 更指称深圳是现代化国际的大都市 不宜一轰而上发展地摊经济 另外加上北京日报 同样的连续多日发文抨击 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 等于不断地打击李克强的颜面 被中国政治观察家们认为是 习家军出手攻占李克强 对此香港苹果日报报导 中国独立学者吴强认为 习李针对地摊经济的攻防 是后疫情时代关于中央该加强 或者是放松经济控制辩论的大爆发 以李克强为首的团派主张了市场经济 他上任之后也不断地推动减少审批 松绑市场等经济自由的政策 但是相对的 习近平、王沪宁等习派则主张计划经济 身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 不但没有尊重总理李克强的经济专业 反而不断地插手加强对于经济的控制 甚至大力地进行国进民退的策略 在北京等大城市大力地驱逐低端人口 大小城市城管猛力地抓地摊等 两人之间一直这样的相互矛盾 时事评论员刘瑞少也赞成这样的分析 他说这一次的事件涉及到了 习近平跟李克强的路线之争 虽然两人的目标都是要让社会尽快地恢复稳定 但是习近平着重在尽快恢复经济生产的活动 李克强则是要保民生跟就业 施政重点大不相同 他说即便目前没有人可以挑战习近平 但是习近平仍然将李克强视为想象中的政敌 才借此完全来排除他个人的影响力 不过无论洗礼之争将如何的收场 地摊经济是否真的能够解决中国经济当前所面临到的冲击呢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胡荣 对BBC中文表示 地摊经济是一种过渡性、灵活性跟临时性的就业 短期来看可以吸收很多疫情当中 关店、裁员的人再度的就业 其相比于租金昂贵的店面经营成本小 门槛也很低 可以成为网购的补充 但是胡荣认为 官方在提倡地摊经济的同时 也应该要及时的提出对于企业的纾困方式 同时也照顾高租金的店面经营 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从事无租电费用的地摊经营 美国近日因为一名非洲裔佛洛伊德 遭到白人援警押警致死 而引起美国民众对于警察种族问题 以及过度执法的不满 更引起了全国范围的示威以及不少暴力问题 而中国当局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转移国际 对香港国安法以及公卫事件究责的机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先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黑人的命也是命 他们的人签也要得到保障 更指出美国少数族裔遭到种族问题 是美国社会的顽疾 而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罕见的使用严厉措斥反击 综合美国之音跟香港经济日报报导指出 蓬佩奥使用下流可笑等强烈字眼 批评中国的大外宣行径 他表示中方的可笑外宣骗不了任何人 蓬佩奥指出中美之间差异十分显著 他举例在中国天安门示威者 因为勇敢发言遭到殴打 但是在美国联邦以及洲籍警察 已经将引发问题的警员审之以法 在欢迎跟和平示威的同时 强力打击洗劫跟暴力行为 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 保障所有人民财产自由 而且媒体也可以全程报导 相比之下在中国 从香港到天安门馆场上的和平抗议人士 仅仅因为发声就被武装民兵用滚棒殴打 对这些侮辱行为进行报导的记者 被判长期监禁 而在中国医生们跟记者 对一种新的疾病提出警告时 中共将它们禁声 让它们消失 并且对死亡种数 以及疫情的严重程度撒谎 在美国民众珍惜生命 建立透明系统 对病人进行医治 并且为了寻求疾病 全球大流行的解决方案提供资金 支柱幅度高于全球任何其他国家 而在中国如果有人意见跟官方论调不通 就会遭到监禁 但是在美国 即使面对肆意打击的行为 警方依旧会展现对法治 透明度跟人权的坚强承诺 蓬佩奥强调 中国近期依旧继继续轻蔑事实 藐视法律 北京试图透过外宣 将美国在弗洛伊德事件之后的作为 跟中国长期剥夺人民 基本人权跟自由相提并论 他表示这些外宣本质就是诈欺 也应该如此被看待 而最后声明指出 北京近日继续展示其对真理跟法律的妙视 试图将美国在弗洛伊德死亡之后的行动 跟中国继续剥夺 基本人权跟自由的行为混为一谈 蓬佩奥更强调 中国政府平时强制推行共产主义 但美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时 却选择维护自由 这就是两国最大的不同 美国总统川普在不久之前宣布 计划将今年的七国集团 G7首脑峰会规模扩大 邀请澳洲、印度、韩国以及俄罗斯领导人加入 同时将会议由6月延期至9月举行 综合媒体报导 深陷国内矛盾议题的川普表示 中国未来将是峰会上面各国领导人讨论的话题 而在今年5月底川普表示 七国集团不能恰当代表 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他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顾时的国家集团 因此他宣布将原定于6月 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延期至9月 届时距离美国大选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 同时川普也扩大参会国家的规模 邀请俄罗斯等四个国家领导人参加 他还一度以G10跟G11称呼这次的峰会 根据了解澳洲、韩国以及印度领导人 都已经做出积极回应 不过这次会议最大的主力是其他成员国 反对俄罗斯的加入 俄罗斯曾经是八国集团成员之一 但是在2014年俄罗斯从乌克兰手中夺取了 克里米亚半岛因此被提出这个组织 八国集团由此变成七国集团 而川普上台之后曾经多次提及 恢复俄罗斯成员资格 遭到其他国家反对 而俄罗斯本身对川普的邀请也有所保留 克林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虽然普京支持对话 但是面对川普的提议 俄罗斯方面依旧需要看到更多细节 报导指出由于川普已经明确表示 希望新邀请的国家跟七国集团 一起讨论中国的未来 但是无论是七国集团的其他成员 还是四个受到邀请的国家 如果面对的是一届以中国为主题的峰会 必要在其中做到小心权衡 因为这其中许多国家对中国经济依存度都非常的高 此外澳洲西里大学亚太防务问题专家 袁静东副教授指出 俄罗斯跟中国关系一向良好 在美国压力之下 中俄关系增进更有战略必要 即便是跟中国不时发生边境冲突等摩擦的印度 与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等国际议题 也有共同利益 虽然这些国家可以通过寻找替代国 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减轻受到中国印象的程度 但是袁静东表示这个周期没有那么快 一旦贸然脱钩 但是没有替代国可以即使弥补跟中国脱钩 造成的经济巨大损失 这反而会威胁到这些国家执政党的统治地位 特别是西方这些国家选举周期比较短 通常是三到四年 如果这期间没有办法弥补经济短板 执政党很容易就被红下台了 商业周刊也指出 G7里面三个欧洲国家 恐怕是川普最难拉拢看华的盟友 根据金融时报 意大利不仅是一带一路欧盟内唯一签署国 就算该国受到疫情严重冲击 民调依旧显示意大利人是中国最最友好的国家 要意大利选择站在美国那边 放弃中意的友好关系 机会非常渺小 而法国总统马克宏 向来希望欧洲国家独立自强于美国之外 上台之后跟美国始终维持只看厉害的同盟关系 很难跟美国争的一鼻子出气 对抗中国 而德国也是一大阻碍 报导指出 在德国总理梅克尔拒绝出席G7之前 跟川普通过电话 两个人讨论的北约 俄德之间天南气管道 对华关系等议题 双方有不小的矛盾 先前报导也称 梅克尔以防疫为由 拒绝原定在六月底的G7峰会 似乎让川普不太开心 一个星期之后 就传出川普打算将 驻德美军撤离四分之一的消息 不过美国外交学者 麦德投书华尔街日报表示 随着中美之间形成的新冷战 印度在这场风暴里面 占有重要的位置 一个富裕强大跟民主的印度 将有助于挫败中国的野心 抵消中国在中亚 东南亚跟非洲的影响力 麦德表示 美国透过帮助民主国家 赢得跟苏联的冷战 现在是复制成功经验的时候 而印度会是很好的切入点 近期国际上 纷纷为了遏止中国的野心 以及渗透 推出许多合作跟法案 而中国人大强行通过香港国安法 也让曾经殖民过香港的英国政府非常不满 英国议会外交事务专责委员会主席 泰姆·图根哈特 提出应对中国的五点建议 其中一条涉及到了中国留学生 BBC中文报导 图根哈特提出的其中一点计划是 开放的教育系统 鼓励思想自由 他建议参与国家审查宣传的学生 可能会面临被开除的危险 英国政府应该让外国留学生多元化 修改签证要求 将鼓励来自向印度 这样民主国家的留学生 报导指出 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的 反送中抗争示威期间 在英国不少大学里面 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跟支持香港的学生之间 针锋相对曾经曝光 引起英国媒体的关注 而其中华为大学学生会支持香港抗议 保护校园言论自由的议案 由于2000多票反对 对上1000多票支持 因此未能通过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 今年5月曾经报导指出 这个议案是该校部分 支持乱港分子的极端香港学生 所提出的 这项无耻的议案 很快就遭到该校 几乎所有中国内地学生的反对 没有得到通过 土耕哈特认为 英国国际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 来自中国 对外国学生的依赖 让英国一些大学受到压力 让英国的自由正在受到威胁 不过对于土耕哈特的建议 在英国营运的 中国黄球电视网则批评 针对中国留学生的做法 把他们视为中国政府的木偶 是剥夺他们对香港问题讲出自己看法的合法权益 该文章还批评包括太武士报在内的英国媒体 为了禁止中国学生在英国学习的观点提供的平台 是麦卡锡主义跟种族主义 也是迫使学生在某些问题上面接受某些观点 而根据香港经济日报 中英关系近期日一紧张 也跟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周决定跟情报同盟 五眼联盟 合作建立西方5G系统取代华为之后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小明 私底下曾经向商界领袖挤告 弃用华为将影响中国企业建设英国核电厂 以及高铁 英国首相府批评中方威胁报复是一种恫吓 而为了减少来自中国的威胁 英国泰伍士报披露首相强森计划推出更严密的法律 阻止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资收购 根据报导有关计划是针对中国企业 报导指出强森目前敦促立法 强制要求企业向政府汇报 任何可能引致国家安全风险的企业收购行为 并且以形式制裁作为威胁 未有汇报收购行为者或是无视政府规定条件的公司 其董事可能被判监禁或是取消董事资格或是罚款 另外强森也有意将学术合作跟研究计划纳入有关法案 据了解当局可能是在几周之内就会向国会提交草案 分析指出这项被视为是针对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防止英国企业遭到中国收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